每天一点心理学 了解自己 看见他人 你好 这里是心灵时空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你是不是一到夜晚 就容易多愁善感 大家在生活中 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体验 白天还好好的 一到了深夜 大脑似乎就自动开启了 伤春悲秋模式 空虚 孤寂 厌恃 悲伤等 各种消极的感觉 又涌出来了 莫名其妙的 就感觉很难过 很想哭 然后在朋友圈 发表一些伤感的言论 生活很暗 抱歉 我也没有光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它却让我爱上了 黑夜给我的疼痛 生而为人 我很抱歉 等到了第二天 又恢复到了 活力满满的状态 想到自己 昨晚上发表的言论 头皮发麻 不明白自己 为什么在晚上 会这么多愁善感 那么到底是什么 打开了人们 深夜抑郁的开关呢 接下来 我来带着大家 一起了解一下 第一 深夜返厨 在白天 我们不仅要工作 学习 还要社交 做家务 各种各样的事情 让我们没有时间 去顾及自己的 情绪和内心 对于成年人来说 即使白天的生活 再不堪 我们也需要暂时 压下内心的情绪 维持着表面的 和谐平静 这是成年人 白天里的社交礼仪 而到了夜晚 没有了外界信息的干扰 我们有足够的时间 和自己的内心相处 这个时候 人就会关注 自身的情绪感受 和情感体验 大脑会不断反出 白天被忽视 压抑的信息和情绪 在重复的 回忆与幻想中 负面情绪 会越来越激烈 我们的心情 也就越来越低落 第二 光线会影响人的情绪 心理学家 罗森塔尔曾发现 导致季节性 情感障碍的 主要原因是 日照时间的减少 比如到了秋冬季节 日照时间短 抑郁症状会反复发作 而到了春夏季节 日照时间长 抑郁病情发作的 次数相对少一些 通过这个结论 我们知道 阳光也会影响到 人的情绪 当你处于 光照充足的环境中 你的精神面貌 会好一些 而当你处于 比较昏暗的 环境中的时候 你会更容易 变得烦闷 产生抑郁 失落等情绪 所以夜晚的时候 因为缺乏阳光 人的情绪会比较低落 容易情绪崩溃 第三 孤独感 有心理学家 把人的独处 分为非自愿独处 和建设性独处 建设性独处 是指人 可以享受独处的状态 并能从中 获得一些积极的体验 而非自愿独处 是指人的内心 是渴望有人陪伴的 但是 被迫处于 独处的状态中 当你非自愿独处的时候 你就会被孤独感吞噬 产生很多消极的情绪 白天的时候 我们是被同事 朋友 家人包围 这个时候 我们能利用社交 来避免孤独 但是到了深夜的时候 我们大多是一个人 你想找个人 陪伴倾诉 但是又怕打扰到别人 这个时候 你很容易被孤独感侵蚀 根据以上的原因分析 我们知道 一到夜晚 情绪就容易低落 其实是一种 非常正常的现象 不过 这种现象 虽然正常 但如果 长久沉浸在 这种消极情绪里 还是会影响 我们的睡眠 和身体状态的 所以我们该如何 应对深夜阴谋呢 答案很简单 就是转移注意力 把自己的思绪 从反处中拉出来 做一些平缓 放松的事情 比如说 听一些轻松舒缓的音乐 做一些冥想练习 等等 实在睡不着的话 也可以站起来 走走喝口水 等到你的心情平复了 再去入睡 总之 不要让自己 长久地沉浸 在低落的情绪中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 更多内容 欢迎关注我们的 微信公众号 心灵时空 请不吝点赞